国际知名声乐家简文秀与夫婿一光集团董事长叶淫夫 以及教育部长潘文忠、立委苏巧慧、国北较大校长陈庆和等人 一同为若竹精英学院揭牌 为了感谢母校栽培 简文秀捐款两千万元给国北较大创设若竹精英学院 培育艺术设计、文化创意等领域人才 我想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我的声乐是在北较大学习的 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张宝云教授启蒙的 所以我在国外得了两个首奖四面金牌 所以我非常感恩学校的教导 那我想创设若竹精英学院 为什么名字叫若竹呢 因为我很希望将来我们培育的学生 像竹子一样这么的正直 这么的自律 这么的坚毅 我很希望捐了这两千万元 希望培育我们优秀的 有潜力的学生 然后援揽更好的师资 同为校友的教育部长潘文中 除了感谢简文秀的善心意举 也希望在他的抛砖引玉下 号召更多企业界支持 让台湾的教育更好 常常透过这种 大家一起来参与 来协助若氏 协助一些学校教育的推展 这它已经是多年来的 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以今天它再一次 为国北教大 也是我们的母校 来捐赠若竹精英培养的 这样的一个学院 我想这个真的是在 人才的养成上 也是再一次的为教育 做出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奉献 国北教大校长 陈静和也表示 简文秀有别于一般捐款助学 更希望规划出有系统性 能长久培养优秀学生的方式 简老师 以他与生俱来的天类美声 还有艺术天分 以及他持续努力 不断的努力 使得他的声乐家生涯 成就斐然 那更可贵的是 像这样成功的一位 声乐家跟艺术家 他拥有宽广的胸怀 以及无私的大爱 他帮助了很多人 特别是协助了无数的青年的成长跟发展 对于他的卓越成就 跟乐于助人的善举 我们感到余有荣烟 除了赞助学校各项活动 简文秀也捐赠全校照明 以及全彩LED荧幕 夫妻俩投身公益 关怀社会 不仅是最佳少游典范 也为社会带来光亮与温暖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